又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,在前几日美国体育画报周刊的年度泳装秀上,今年30岁的模特Mara Martin边走秀边孵入婴儿的举动引起了热议。 当他出场时,全场尖叫和欢呼声不绝于而,他怀中五个月大的女儿带着一副蓝色的小耳机安静的吃奶,反而成了现场最淡定的人。 当把协调后台的体育画报MJ对说,决定让Martin带着孩子上T台,完全是计划之外的决定。 当时我看到他正在未来,就问他是否愿意这样走秀,我自己也是正在哺乳两个孩子的母亲,所以我认为这是体现母亲伟大之处最有利的方式。 Martin在接受澳大利亚每日邮报,采访时说道,在T台上未来其实缓解了我秀前的紧张,我也希望能挑战人们对公众场合补署的看法,因为这是件在平常不过的事情。 然而,认为Martin这一行为是作秀,完全没必要的网友不在少数。 作秀只需要30秒,会影响到喂孩子吗?没人阻拦你喂奶。 现在到处都有公共母婴室,你追求哺乳自由,有人还想追求身体自由,难道不穿衣服上街也是对的吗? 甚至有人认为Martin的举动是对男性的不尊重,其中也不乏同让在哺乳妻的母亲,一位法官在新闻下评论。 我也是一位母亲,但我从来不会在法庭上未来,因为当时一拍脑袋的想法,Martin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,究竟倡导公众场合不如正常话,维护母亲权利,的意图,是否是顺水推舟的说法? 如今也无法判断,但不可可见的是,模特和母亲这两个看似平行的角色,终于在交汇时报发出了引人深思的话题。 就在走秀不如,发生的前几天,维密超模Candy's Wallet Pole,就触碰到了这一话题。 人称小妖精的他再生,玩第二个孩子后十二间便穿着比基尼出海,被抓拍的照片上,他松弛的肚皮和发福,的样子,被许多网友批评太责,丑。 接着他在Instagram上回应,嘲笑我的人不如先看看自己,这个社会总是对他人很苛刻。 为女人树立的美的标准,有时是无法实现的。 我是模特,但我也是正常人。 事实上,妈等的身材再不如一事发生后也被网友嘲笑过,认为他不像一个模特。 正常情况下,产后女性都会发胖且短期内难以恢复。 人们之所以对模特有着如此不合乎常理的要求,是因为他们属于身美劳动力。 身美劳动力,aesthetic,labor是社会学中的概念,对一群体不仅要有俊俏的外表,还要具备讨喜的性格。 对于模特来说,偏瘦的身材就是资本,而控制身材就代表着职业素养。 由于考验空打于球,模特们被一直以过瘦的体型使人,而人们的不包容,也恰恰反映了这一行业的残酷。 最有说明性的例子就是,虽然Kendis刚正正有词,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,但如果你翻看她这几天的照片,会发现她又一蓄雷不及眼儿,的速度受了回去,丝毫不敢松懈,能躲避怀孕发胖魔咒的例子也不是没有。 2015年,哥斯达黎家模特Sara,State在怀孕八个月,时还只是小妇微秃,甚至能看到腹肌,人们惊讶的同时,对她深感佩服。 可是,又有一波运机克制身材是否对孩子有害,的质疑向她涌来,模特母亲们在审美上永远无法符合所有人的标准,总有一些人会被模特的刻板印象困住,不接受其他可能。 其实,体坛上已经陆续有非常规划的事物出现,还记得故随2018秋冬系列发布会上的人头和恐龙吗? 这场气氛诡异的秀把人吓得不轻,但人们的劣迹心里,还是在惊吓中得到了满足。 Top S的2018秋冬系列秀场上,刘文还抱着一只小狗出场,人们也并未觉得有任何不妥,反而觉得可爱有趣。 可是与他们相比,更为日常的哺乳却没能被接受,或许是因为太过于贴近生活,让人们有了更多的代入感。 又或许是这个令人质疑的临时角色,带着一些舌头,引起了人们的反感。 但已经有许多品牌,正在容纳怀孕模特这一群体,并把他们带去了秀场。 早在2010年,Zen Paul Gautin就在春夏系列发布会上,位移有深运的模特Rodin,丹特制了一套符合孕妇身型的服装。 Shanel 2014就冬季高定秀场,怀孕的新西兰模特Ashley Good作为亚洲模特与老佛爷同时出场,仿佛在告诉所有的观秀者。 如果你要达到这种惊人的时尚效果,可能不得不先怀孕。 2015年,意大利超模比安卡,Borty也挺着大肚子,出现在高齐加班的秋冬系列的秀场中。 纽约品牌Eckhouse,Latin,2018年春夏系列发布会上,怀孕八个月的模特Mire,Roseley还专门穿着一件,可以露出肚子开今天一群。 与此同时,时尚界对于模特的包容,不仅体现在预发多样的T台表现形式上,也体现在行业价值观上。 如今,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固有的行业者和正在被松动。 2017年9月6日,也是2018纽约春夏时装周开幕的第一天,法国两大奢侈品集团LVMH和开云,共同宣布将签署基容低零级过瘦模特的倡议, 自此禁止旗下品牌在各种场合,使用这些围规模特。 这意味着,Lewis,Button,Christian,Dior,Mark Jacobs,Alain,Neda,The Queen,Valensi,Augassant,Lauren,Guffey等时尚界最有分量的品牌,们都加入了这个行列。 有些品牌甚至直接选用大马模特,就拿Marie Martin这次参与的泳装秀来说,在数千个报名的模特中,体育画报选择了16人,其中有许多人都不瘦,甚至偏胖,而他们还要穿着布料最少的比基尼亮相。 也许对于品牌来说,这时候宣传服装,已经不是最重要的,模特的自信反而是最能体现品牌理念价值的地方。 正常,独眼化身材的模特未来,在时尚界的发展空间还很大,因此,如Martin和Candice一般倡导行业包容性的声音,也必不可少。 而他们对职业的自行,也是推动行业发展的重要力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